以前马六甲很多这个娘儿爸爸罗娘 他们很喜欢这种文化柱子鞋 有的是做生意的跟郑和一起来 500到600年前的事 这个行业已经流行了 每个妇女 年轻的小姐 会买一酸 订做一酸 我爷爷来的 他自己过来做生意 以前还在海南岛有学过的 一次来就开咖啡店 隔了几年生意没有什么不太好了 所以他就改行做学 我的名字是Raymond Yu 我名叫杨庆元 爷爷一路来做娘儿学 就到现在 有百多年的历史 我的两个妹妹 三个儿 两个哥哥 全部五个啦 两个哥 我是睡小的 妹妹是红猪 红好了拿下来我就做鞋了 慢慢学 我哥哥他们在外面做工 我帮我爸爸咯 这个手工一定要做的 这个你放弃了 工作已经没有水准了 放弃就没有东西做了 哈哈哈哈 它是一个勾叉的 一个开的 一个包头的 有一个是这的连条带的 第一个你要拿一个板 示范的板 After that 一个摆布 你就放下去 那个Diagram 你就脸是在布上 看它的颜色啊 什么颜色你就修咯 可是一双要做两三个月 眼睛会花的 普通的是那个猪比较大力 猪大力就很快 一个月这样就可以做好 那个猪子是这本 它猪比较粗 所以捧好了 就慢慢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慢慢就要粘一块 这个来粘 After that 这个慢慢就 做好了 慢慢欣赏 又Polish了 这个就高兴了 这里才搬了两年 东丹进了 电话一样 以前的顾客也是一样的 以前的卖这个三寸金链 每个都来店订桌子 这个是外国人喜欢的 竹子鞋 每个都要穿 然后卖给一个部长部长 这个马来西亚的 日本也有 有的收到了 他们就thank you 我收到鞋了 有一个鞋拿去三年了 穿了 拿回来 我教育讲 要给我做回 并钱 free of charge 鞋都穿三年了 还讲要free of charge 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比较失业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后 你离开我 去眼空凹哨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